首先講一下利帶式 這個圓輪的型號是和市面上其他利帶式的樓梯機都很混合的 因為利帶式的樓梯機通常在推行它的時候都是比較難的 因為它有一個利帶模式 所以通常推行它,外面方間一般都是要折高它 但是因為到時我們載了使用者的重量和輪椅的重量 如果我們真的折高前面推行它,就比較劈力 但是原來這部樓梯機,我們嘗試用到這個位置 其實它有一個輪子,會自動將它提升 你現在可以看到,例如我開了這個模式 就是利帶模式,利帶會接著地 但是當我們要推行它時,利帶會自動感應到升高了 從而輪子就會降落地 在這個時候,我們推行它便很容易 就算是連接使用者的重量和輪椅都會很容易 你現在看到我很輕鬆 就算一隻手,我都可以推動它 例如我們去一些障礙物 例如我們來到這裡 你剛才看到我轉的彎都是比較輕鬆 但是如果傳統式的利帶式會怎樣呢 真的要折高它,然後就這樣轉這個彎 所以就十分之困難 但是你見到我,保客力是很輕鬆 因為輪子是自動會落地的 另外遇到這些障礙物,也是傳統式的利帶式 是很困難的 遇到這個障礙物 遇到過了這個障礙物 我們去到… 你看到它現在的利帶又是自動離開地 其實我們可以很輕鬆地推行 好,這個時候就一路走 就去到樓梯這裡 好,這個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兩條激缸 左邊有一條,右邊有一條 這條激缸是什麼呢 就是通常我們去到樓梯邊 就是平地,去到斜路 其實我們是要把車身慢慢移下去 如果這個位置看得不準 或者歪了,其實那個位置比較劈力 而且可能會有危險 所以它出了兩條激缸 就算是陰暗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我們就輕輕地把它推前 另外在這個位置,因為左邊有激缸 右邊有激缸 我們一路下去的時候 都會可以… 對了,在拍這條激缸 我們下去的時候,它很清晰 很清晰 就是看到它是平衡這樣下去 就不會斜了下去 我們可以看到,好 然後我們一路下去了 對了,下去了 剛才說過了,傳統的利帶式 就是要壓高它 然後加上重量 但是這個不用了 反正這個位置已經… 即是我的利帶已經自動離開了 我們就很有任意在這個地方推行 從而再下第二級的樓梯 對了,我們就可以準備下第二級了 好… 好… OK… 謝謝… 謝謝… 讚… 感谢观看